今天是2020年5月15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 干嘛是2020年5月15号 干嘛祖国统一台湾没啊?快了 Today is May 15, 2020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好的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反共不反华 又或者说反共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来讲这个话题之前我一定要说一下Sasa这个视频 Sasa这个视频真的将我所有的心声都说出来了 Sasa这个视频也是5月15号录制的 在里面它其实有个标题写着十八镜 为什么它写着十八镜呢? 每一次它的标题只要写着十八镜的话 它里面一定有大量大量的脏话的 这些脏话也是骂到我心里去了 将这些反共分子骂趴下了 就说这些反共的人是望不到边的一群傻逼 我会将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在我视频的描述里面 在这里呢我只会播放一小段让大家听一下 我们的Sasa是怎么骂的 领头肯定是个大傻逼 听见它是反共 反你妈了个逼啊你们反了 你们反成啥了 你们反成啥了 好像四十年前就反共了吧 反成啥了 你他妈告诉我你们反成啥了 操你妈的 操你妈就骂你们呢 你们反成啥了 对这里问的非常对啊 这些反共的人到底反成了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现在带领了中国大陆的人民 走向小康社会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十四亿人啊 大佬们 十四亿人基本上能吃饱饭 这是什么概念啊 可是呢这些反共的傻逼们呢 总是拿着共产党几十年前 曾经做过一些有需要改进的事情 来一遍遍的讲来一遍遍的放大话啊 一遍遍的在那边 揪着这些事情来不放啊 你们这些人 几十年过去了还在那边讲 可是现在的共产党 我之前说过了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共产党了 共产党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他有强大的揪错能力 以及只要他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话 我就支持他 因为呢他是为了我们人民在服务 而不是你们那些反华人 跑到了海外啊 吃着那口反华饭一遍一遍的在反华 你们在海外吃香喝辣的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体恤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 那你们就应该将海外赚到的钱 拿回来中国 支持我们中国大陆啊 我们中国大陆的人生活的那么水深火热 把钱拿回来捐给我们啊 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自己的视频 当时呢是我在2月14号录的一个节目 当时我在里面有提到感谢订阅人数超过100 聊聊啊 我平时看的一些YouTuber 反共不反华 李文亮医生以及统一台湾 里面提到了反共不反华 我会播放一小段啊 不过在播放一小段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谢谢 在2月14号的时候呢 我的订阅人数超过100个人 啊 我要谢谢当时订阅我人数的那100个粉丝 当然了也非常非常感谢 现在我订阅人数得到2万多人 我谢谢每一个人 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的话 我不会坚持啊 每天的一个打卡视频 我不会有这么多的动力来录啊 这个节目 非常非常谢谢每一个订阅我的人数 好的那现在我就播放一小段 我当时是怎么说反共不反华的 来给大家听一下 讲三个我的立场 第一个所有说反共不反华的人都是loser 这些人口头上说 他们反的是共产党 不是反的中国 但其实上他们反的也是中国 他们只要见到中国有什么不好的新闻 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就会落井下石 但是如果中国在某些地方取得一些成就 打比方运动上 科技上 以及文化上取得一些成功的话 他们从来都不会表扬的 所以反共不反华 这句话就是一个伪命题 那谁说反共不反华的人 他们只是为了反而反 他们就是为了吃一口反华的饭而已 第二个我想说 对在里面我说到了 其实这些反共不反华的人 其实他们就是反的中国呀 只要中国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他们都会归结为这个共产党所导致的 那你们说这些人口头上说反共 但其实说我不是反中国 那有什么道理呢 他们其实已经自己画等于号了 将共产党和中国 他们自己画等于号了 可是他们一遍遍说 党是党 中国是中国 可是他们的言行 他们的言行就是给他们打脸 就是说 他们已经在反共产党 但其实也是反的中国 一样的道理的 所以呢 我才在视频里面说 反共的这些人呢 都是一群loser 我骂他们loser 可能还是比较斯文了 大家如果想听 Sasa是怎么骂 这些反共的傻逼的话 来听一下Sasa这个视频啊 骂得非常非常的露骨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Sasa主要是骂那些 本身已经表现出来 自己是反共的人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要拿这一个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的博主呢 叫做李兰斯 他其实呢 严格来说 并不算是那种反共的 那一批人 但是呢 他的视频里面呢 其实都是夹夹失货的 又或者有的网友 给我写邮件 来说他其实呢 是一个阴阳师啊 老阴阳师了 我也是拿他其中一期视频 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吧 在他5月6号的一期视频里面呢 他的标题是 小粉红爱国问答 这些人啊 特别喜欢给我们扣帽子 说我们是小粉红 这样那样的 他在视频里面呢 就说到啊 国家好比小区 政府呢 好比小区的物业委员会 党派好比物业委员会里面的物业公司 哎 李兰斯啊 如果这个比喻是正确的话 首先啊 我先接受你这个比喻 如果你这个比喻是接受的话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 有哪个那么好的物业公司 能让中国14亿人吃饱饭呢 你能不能回答我 能让中国大陆14亿人口吃饱饭 有没有哪个物业公司能做得到呢 有的话 你将这个物业公司的名字告诉我 行不行 啊你这个比喻 居然能这么比喻吗 将共产党比喻为物业公司 将这些党派 我先不说他这些党派是什么党派啊 有没有什么党派 能让中国大陆老百姓 14亿人吃饱饭 很简单一个问题 有没有 将这个党派的名字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说李兰斯 你都活了那么大岁数了 应该几十岁人了吧 首先我尊重你是一个长辈 我不说什么词啊 但是你这种比喻啊 将国家比喻为小区 政府比喻为小区的物业委员会 党派比喻为 物业委员会里面的物业公司 还在这里偷换概念啊 但你倒是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党派啊 也就是这些所谓的物业公司 能让中国大陆老百姓 14亿人吃饱饭啊 你回答我呀 只要共产党能让中国老百姓 吃饱饭 只要共产党 他能带领我们中国走向富翔 走向民族富星 只要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我就支持共产党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如果真的共产党 如你们这些人说的那么的不堪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 不反这个共产党 将这个共产党推翻啊 我们中国大陆老百姓 有那么傻吗 为什么不将共产党推翻呢 所以说你们这些阴阳师啊 还有这些 傻傻一直在骂的 这些反共的人士 都是一些那边 傻逼啊 我觉得就是一群loser了 我不骂他们傻逼 我觉得是一群loser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并不能骂得那么露骨 如果你们想听 有傻傻怎么骂得露骨的 这些视频的话 你们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会将这个视频 放在我的描述里面的 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说到反共的话 我要提一下陈秋实了 陈秋实在他以前的视频里面说 大家各大网友 你们在卖共产党时候啊 一定要将共产党替换成陈秋实 说陈秋实你没有人权 陈秋实你压迫 陈秋实你没有言论自由 这样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那样的 一直在偷换概念 那我在想陈秋实你现在在哪呢 你跟共产党斗是吧 跟共产党斗你真是想太多了 你现在在哪呢 你出来了吗 我真的很好奇啊 你现在消失了还是去哪里了 你不是跟共产党斗吗 你不是说啊 大家要骂共产党 替完为陈秋实呢 如你所愿啊 我们在骂啊 啊 我们在骂你啊 在骂陈秋实啊 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把自己完没了 是吧 活该啊 你陈秋实 所以你这些人啊 真的是你当时说过什么话 都有报应的 陈秋实你是要有这种场面 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我只能说一声活该 我一点都不同情你这种遭遇 我就是说你活该 真的是 我觉得这些人活了几十岁了 到底是在想什么的呢 我一个九三年的人 我跟你们玩底层逻辑好了 你们整天的在反共反共 反了几十岁人了 在海外也活了那么些年了 你们在海外赚的这些钱 拿回来捐给中国大陆老百姓啊 捐给那些贫困山区的人啊 让他们吃饱饭啊 你让他们吃饱饭的同时 告诉他们说 共产党让你们吃不饱饭啊 我在海外赚了这些反华的钱 反共的钱 我让你吃饱饭了 跟我站在一起 跟我站在同一阵线上 我们一起把共产党推翻行不行 你应该这样灌输这些人啊 可是你们做不到嘛 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带领我们中国人走向富强 走向民族复兴 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们这些loser 傻逼 一遍遍的在反共反共 真的是反你 哎 我也不说后面那个词了 想听那个词的话 就去看傻傻这个视频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 我还是录得比较生气的 有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吧 在评论区里面打卡留言 将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有喜欢我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